我們都很早在2017年左右就開始疫情 中國經濟可能會走下坡 我們在講的時候其實大多數人都不相信 那剛剛宋博士講的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台灣的受費在這麼多年當中 其實把中國當強國看好中國人不計其數 台灣的民眾在這麼多年當中 如果你看相關的媒體 對中國親近的媒體 你大概都會看好中國看壞台灣 包括後來我在看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2019年以前台灣的銀行的存款一年增加1.5兆 但是2020年之後那一年突然變4.2兆 後面都最少3.4兆 台灣的銀行的錢突然跑出來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家有錢會把錢會到大陸 去買中國的房地產 買中國的股票 買香港的股票 或是買人民幣相關的產品 到疫情之後 大家發現中國的經濟不太妙了 從此以後你不但不會匯錢到中國 還會把錢衝中國匯回台灣 這幾年透過地下管道回來更多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知道以前台灣錢N腳目已經很可怕了 我最近要形容台灣錢N天花板 所以為什麼股票2萬點輕輕鬆鬆 以前我們夠1萬就大概就崩盤了 但是這次那個2萬點從哪裡來 那個叫資金的效應嘛 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馬總統最喜歡講兩岸關係不好 台灣經濟一定不會好 剛好相反為什麼 兩岸關係很好的時候 台灣經濟從來沒有好過 這幾年台灣經濟非常不好 台灣經濟會變得大好 這一期這個旺報社論在講 他說中國經濟的順差的 這個衰退是台灣經濟的危機 我說剛好相反為什麼 台灣在中國那個減少的部分 是在美國跟東協市場快速上升 為什麼我們對美國的貿易的占比 從11.7%現在到22.3% 我對東協市場現在20.3% 對中國我們原來是42.9% 現在降到30.8% 你知道那個占比快速在下降 下降現在對中國下降的部分 剛好在東協跟美國市場快速的頂上來 所以我想這個物質不昧定力 這個就是市場的轉移 那我相信台商在這幾年的轉移當中 其實移轉得非常好